守不住布朗森公路吞4连败 虎人AD上退球队输了一场关键的战役 西区排名全解析 哈喽你好我是嘉宁 今天是4月8号星期一 今天的影片重点一样会放在西区排名的部分 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公路队 身为联盟夺冠热门球队之一的公路队 在最近是吞下了一波4连败 今天球队是在主场败给了尼克队 而在这4场比赛之中 其实也只有尼克队的胜率超过了5成 其他包括乌乌斯、灰熊、鲍宏的胜率都不到5成 可是即便是如此 这次球队在球季末还是吞下了一波4连败 我自己的看法这会非常影响公路队的士气 另外在前几场比赛公路队输球的时候 那个时间点很多朋友问我 公路队是不是在挑对手 在那个时间点我的答案非常的肯定 那就是这支球队不是在挑对手 单纯就是状况差 可是在前几场比赛这支球队输球的时候 可能还可以找出一些借口 比方说主力球也没有上场 其中包括Demian Leder、字母哥或者是Chris Milton 在前三场比赛中 并不是每一场比赛都有出赛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某些球迷会把它解读成 这并不是公路队的完整体 所以公路队也许是在挑对手 可是我自己的看法相对简单 那就是即便你不是完整体 可是当你面对到乌斯、灰熊、棒等球队的时候 你应该还是有足够的战力 可以拿下最终的胜利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公路队并不是在挑对手 单纯只是因为这支球队状况差 好回到对尼克的比赛 今天这样比赛公路队的核心球员全部都有上场 比方说Chris Milton、字母哥、Demian Leder等等等 虽然Chris Milton在比赛中段就因伤的关系而退场 可是相对来说公路的战力也绝对不会比尼克来的逊色 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尼克对本赛季场均可以攻下24分的Rendo 目前是整季报销的状态 再加上这场比赛是在公路队的主场进行比赛 换句话说这场比赛站在公路的立场 当然更有机会可以拿下最终的胜利 可是公路队守不住全场攻下43分的Janet Bronson 这场比赛不管是用Chris Milton或者是Pick Horton 甚至是Demian Leder去防守谁都守不住他 身高只有6尺2的Janet Bronson 这场比赛是攻下43分另外送出了8次助攻 再加上迪比撑走这场比赛也有8颗3分球的表现 因此尼克对在这双后卫都有这么出色的表现之下 最终是打败了公路队 所以看完今天的比赛之后 你真的认为公路队是在挑对手吗? 还是状况差呢? 我自己的看法真的是状况差 另外今年季后赛如果公路队走不远的话 那么休赛季将会非常的热闹 因为不管是球迷或者是媒体 都会再次讨论你在球季中换掉总教练的这个事件 画面上看得很清楚 Griffin的带队成绩是30胜13败 可是老河流的带队成绩到目前为止胜率是不到5成的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在球季末吞下这一波4连败之后 实际上目前公路团队的压力都非常大 毕竟这支球队的性质已经爆炸了 另外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今天骑士是败给了快艇队 快艇的po就在关键时刻的这一颗两分球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另外魔术队今天打败了公牛队 所以在魔术尼克赢球以及骑士队输球的情况之下 现阶段魔术队的战绩已经爬到了东区第三 这里要注意的是魔术跟第二名的公路队只有差一场的场差 而更重要的是接下来魔术跟公路队会有两场正面的对决 这两场比赛站在双方的立场都是一定要赢的 更简单来说如果公路队想要保持东区的第二种子 那么可不可以拿下这两场比赛的胜利将会是关键 另外现阶段尼克跟公路队也只有差一场的场差 虽然尼克队接下来不会遇到公路或者是魔术队 可是实际上尼克队接下来的赛程并不算特别难打 其中一场是对胜率不到五成的蓝网队 另外绿山均目前已经确定是联盟战绩第一名的球队 因此正宗的很多主力球员都会轮休 所以这样比赛站在尼克的立场当然也有机会拿下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尼克在排名的部分当然还有机会再往上爬 至于球员今天在Mexy全场攻下52分的带领之下 最终是打败了马赤队 这场比赛99是没有上场的因此Mexy有了更多出手的机会 今天这场比赛他全场是出手的41次命中19球 他的表现非常非常的出色 不过马赤队的斑马在数据的部分也完全不逊色 这场比赛是攻下了32分另外拉下了18个篮板 这里要注意的是他还有6次助攻跟7个火锅的表现 实际上近期斑马在上场时间变多的情况之下 个人数据也越越漂亮 过去的5场比赛中有3场比赛的得分超过了30分 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不过可惜的是今天这样比赛他发生了9次15 这当然是今天球队会输球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外画面上看得很清楚 本赛季斑马达到目前为止是传出了263次助攻 可是这里要注意的是他发生了252次15 助攻15比将近1比1 所以未来斑马如果想要更上一层楼成为球队的绝对核心 那么除了投篮命中率要加强之外 另外稳定性的部分当然也要加强 这里指的就是事物的次数要减少 另外千万目前是拉出一波5连胜 现阶段的战绩是44-35排在东区的第7名 这里有马注意的球队是热火队 现阶段看起来热火队很难直接撞进前6 至于千万跟六马队目前这差一场的长差 换句话说这次球队还有机会撞进前6 好以上是东区的部分 好刚刚我们有提到快点队的po就局在今天面对7-4的比赛中 是投进了一颗关键球 这个回合其实骑士队的莫伯利跟艾伦 已经守得非常非常的漂亮了 后面再看得很清楚 po就局想要向左切其实是切不进去的 到最后只能变向往右边切再来一个后侧步 所以这个回合守得漂亮投得也漂亮 而近战比赛po就局全场是攻下了39分 至于哈登的部分也有22分的近战 这里要注意的是近期快点在可爱受伤的情况之下 球队还是拉出一波三连胜 而我自己的看法这一波连胜来得非常的是时候 因为现阶段排在第4名的快艇队领先第5名的独行侠 有着两场的场差 再加上快艇队在球季末 还要对爵士跟火箭队各一场比赛 以及本赛季快艇队独行侠的对战优势是在快艇队的手上 所以不管是从对战优势的角度切入 或者是从胜场术的角度切入 我自己的看法快艇队应该都可以保持在席区第4名的位置 至于独行侠今天在Karenvin全打功下48分的带领之下 中场是在延长赛之后打败的火箭队 而火箭队在树架上比赛的情况之下 再加上勇士队赢球 这也表示本赛季火箭已经放暑假了 不过即便是如此 我相信本赛季火箭的表现也绝对对得起球迷跟球团 毕竟上个赛季这次球队只有拿下22胜 可是本赛季达到目前为止已经拿下了38胜了 好,接着我们关心独行侠 这样比赛除了Karenvin公額48分之外 球队跟Luka Doncic群场也有37分的进账 再加上当他一个省在第4节末段的这一颗关键3分球 帮助球队在第4节末段追平的比输 因此双方才打进了延长赛 所以今天上比赛除了Luka Doncic跟Karenvin的表现非常好之外 其他角色性球运的表现也相当的出色 这个部分恭喜独行侠的球迷 至于排名的部分 目前独行侠是排在西区的第5名 离第4名的快艇队还有两场的场差 另外独行侠 接下来的赛程虽然不算特别难打 毕竟还有一场队黄蜂一场队活塞 可是因为对快艇有着两场的差距 再加上对战优势是在快艇队手上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 目前独行侠很难撞进前世 最有可能的顺位就是西区的第5顺位 好,以上是快艇跟独行侠 接着我们要讨论的是6-10 西区现阶段6-10名的球队分别是 太阳醍醐国王胡仁再加上勇士队 我自己的看法 这5支球队必须放在一起聊 因为这5支球队中 这1支球队不会去打所谓的附加赛 所以这5支球队我等等会放在一起聊 另外聊的方式也会比较不同 那就是我们不会着重在比赛的内容 更多的是讨论排名的部分 好,接着我们先跑一下 这5支球队今天的战况 勇士今天的对手是爵士队 这样比赛可以没有上场 不过问题不大 因为可以当全场是攻下了32分 再加上Kumika这场比赛回到场上了 全场是攻下了21分 这也帮助球队中场是打败了爵士队 另外胡仁的部分 LeBron James这场比赛也没有上场 再加上AD在比赛中段阴伤退场 他的部分是被对手打到了眼睛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中场 胡仁队是在主场败给了灰浪队 至于国王队今天是以大比分差打败了蓝网队 再加上醍醐队今天跟太阳队是正面对决 中场提伍是以113比105打败的太阳队 这场比赛胖虎跟四九马克勒合力攻下的60分 这当然是球队可以赢球的关键 好以上是这5支球队今天的战况 接着我们聊的是排名 太阳跟提伍目前的战绩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46胜32败 胜率5x9 而为什么太阳的排名会在提伍队之上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本赛季提伍打太阳是1胜200 换句话说对战优势是在太阳队的手上 所以现阶段即便双方的战绩是相同的 可是太阳队的排名还是高于提伍队 另外胡仁虽然在昨天爬上了西区前八 可是在今天国防队赢球跟自己输球的情况之下 目前的排名又调到了西区第九 这里要注意的是现阶段胡仁队只领先第十名的 勇士队只有1.5场的场差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 今天上比赛的胡仁队输球老实说非常伤 因为你不但没有保持西区第八的位置 更麻烦的是你领先勇士队只有差1.5场 另外我们在之前其实讲过非常多次 那就是本赛季胡仁打国王是零胜失败 对战优势在光队的手上 换句话说如果你的排名下要高于光队 那么你就要比光队多拿下一场的胜利 而这里要做的是本赛季胡仁队只剩下三场比赛要打 换句话说如果追踪光队的胜场数是停在46胜的话 那么胡仁队必须要拿下47胜在排名的部分才可以高于光队 从这个角度切入的话 相信全民应该就可以知道今天上比赛输球对胡仁队有多伤 好聊到47胜 这是一个关键的数字 为什么47胜会是一个关键的数字呢 这里要从勇士队开始说起 目前勇士队的胜场数是43胜 而这支球队接下来还有4场比赛要打 换句话说如果剩下的比赛勇士队4场比赛都拿下胜利的话 那么这支球队的最终战绩会是47胜35败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站在太阳醍醐国王跟胡仁的立场 现阶段要思考的这一件事情 那就是自己的胜场数至少要拿下47胜 另外这4支球队只要可以拿下48胜的话 即便最终要跟勇士队打所谓的副驾赛 可是主场又是会掌握在自己手上 所以可不可以拿到47胜甚至是48胜降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数字 好有了这样的前提之后 接着我们就来看太阳队有没有机会 太阳接下来要面对快艇队2场 国王队1场以及灰狼队1场 老实说这4场比赛都不好打 可是太阳队会吞下4连败吗 我的看法也不至于 毕竟快艇国王跟胡仁队都有伤兵的困扰 比方说快艇队的可爱目前是没有上场的 另外国王的部分则是曼可跟Kevin Hurt目前是受伤的情况 再加上换阵中的KT目前也受伤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 即便太阳队的赛程非常非常的难打 可是从伤兵的角度切入太阳队至少可以拿一胜 这个部分应该是问题不大 好接着我们来看提呼 提呼下场比赛要面对的是拓荒者 如果这样比赛可以顺利收下来的话 那么提呼队就可以拿到第47胜 另外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 接下来提呼会跟国王勇士以及胡仁队正面对决 这三场比赛只要提呼队可以拿下任何一场比赛的胜利 那么提呼将会拿下本赛季的第48胜 而在现阶段领先第8名的光队一场 以及第9名的混队1.5场的情况之下 只要可以拿下48胜 那么提呼队基本上就可以确保会前8 好接着我们来看国王 国王下场比赛的对手是雷霆队 这里要注意的是雷霆的SGA竞技场比赛都没有上场 下场比赛会不会上场还不晓得 因此光队当然有机会可以拿下胜利 不过这里要注意的是雷霆队即便没有SGA 这次球队的战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完整 今天球队就打败了黄蜂队 所以战略光队的立场 即便面对的是没有SGA的雷霆队也不能大意 另外光队接下来的三场比赛都是在主场进行 要面对的分别是醍醐太阳再加上妥荒者 其中415面对妥荒者的比赛 我自己的看法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应该可以顺利的收下 所以此时此刻已经拿下45胜的光队 我自己的看法保底会有46胜 而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 如果光队在剩下的四场比赛中拿下2胜的话 那么光队将会拿到47胜 一旦光队拿下47胜的话 那么战略狐人的立场将会是非常非常坏的消息 毕竟目前对战优势是在光队手上 换句话说如果狐人队想要超越光队的话 那么战绩必须来到48胜 可是麻烦的是目前只有45胜的狐人队 现阶段只剩下三场比赛要打 换句话说如果狐人队想要拿下48胜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三场比赛全部都要赢 可是这三场比赛并不是这么的好打 其中包括勇士跟体呼队这两支球队的胜率都超过了5成 所以狐人队想要撞进前八除了自己要打得好之外 也要体呼跟国王甚至是太阳队帮帮忙才行 另外现阶段站在狐人的立场 最重要的比赛就是4月10场面对勇士的比赛 这场比赛胡云一定要赢 否则如果是勇士队赢的话那么双方的场差将会拉近 而且从赛程表来看其实勇士的赛程相对胡云来说是比较轻松的 毕竟接下来球队还要面对脱光者再加上爵士队 所以4月10场面对勇士的比赛站在胡云的立场一定要赢 至于勇士队的部分相对简单 那就是接下来的四场比赛都要赢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本赛季打到目前为止 勇士队提呼跟国王队是没有对战优势的 换句话说站在勇士的立场 如果你想要超越国王或者是提呼队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胜场数比他们多一场 另外虽然目前勇士队对胡云队有着对战优势 可是4月10场面对胡云的比赛球队也是输不得 因为一旦输球的话那么跟胡云的场差就会被拉开 另外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本赛季勇士面对 太阳队是一胜三败 换句话说对战优势在太阳队手上 所以在面对光队没有对战优势的情况之下 我自己的看法如果勇士队想要撞进前八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四场比赛要全赢才有机会 也就是要拿到关键的胜场数47胜 这样子才会带给其他球队比较大的压力 实际上4月10场胡云跟勇士队比赛打完之后 我们应该就可以知道勇士队有没有机会撞进前八了 所以如果你是勇士跟魂的球迷 4月10号这样比赛千万不能错过 而如果你是上班族或者是学生的话 那该怎么办呢 没关系 晚上看我的YT展报 好以上就是我个人对于西区排名的一些想法跟看法 关键数字是47胜 至于你有什么想法跟看法呢 也记得留言告诉我 让我们轻松的聊 晚别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